随着苹果iPad平板电脑全球大卖 也让其他电脑厂商包含台湾的华硕 技嘉、微信以及三星、优派等国际大厂 前扑后继的开发平板电脑 不过说真的还是苹果iPad最勇猛 至少各种丰富的应用软体就够呛的 甚至还能让玩家自己DIY 创造3D立体效果类 不这个应用软体就能让玩家 利用简单的方式 一层层的设定背景层层 然后最后套上人物 让快打旋风中的主角 脱脱脱的浮现在萤幕上 而且对于iPad中的T干陀螺依 左右摇摆角度也能有不同的立体干 自己DIY也创造3D立体效果 看起来实在很有趣哦